我們幫忙往前 謝謝 大甲鐵襯衫一早湧入好幾百人 大排長龍 穿著雨衣 直到領到後馬牌才安心 這些人潮通通都是為了 見景的五十歲 甚至有的大老遠 專程跑來 陽氣比較重 就是區域節避兇吧 民間習俗認為 端午節這天 午間十一點到下午一點 陽氣最旺 從見景取出來的水 民眾不藏私 分享用途 就放在客廳的一個位置 然後有象徵性的 避邪的一個含義 不僅台中大甲山區取景水 雲林北港朝廷宮附近 也有一口超過三百五十年歷史的龍井 也開放搖水 衝一下 衝一下 淨聲 南投埔里鄉金小路 這一處艾蘭甘泉 平時不起眼 但一到端午節這一天 也相當熱門 每年都來嗎 沒有耶 今年第一次 想來再接這個水 汽機車不斷運來大小水桶 排隊成莊五十水 台南寶生大地廟門前 越接近中午時刻 取水人籠也越排越長 但是他沒有鼓勵說大家下去吃 這樣不好 廟方特別強調這一口井的水 不建議生意 只是今年端午節有些地區 陰雨綿綿 少了太陽曝曬也不打緊 用瓶子裝或者用水桶裝著 讓它接近陽光 放在這個台階 陽台等等的 微熱陽光的時間 大概有十五分鐘 一刻鐘的時間 民俗專家說 中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 將山泉水 礦泉水 甚至自來水 在陽光下曝曬十五分鐘到兩小時 如果遇到陰雨天 也可以放在陽台窗台或棋樓下 只要時程對了一刻鐘以上 就可算是五十歲 不過在祈福辟邪之前 衛生還是得優先留意 水源是否達到聲音等級 三立新聞中部南部綜合報導